賴俊錡是誰呢 他是一名講師 靠演講為生 專門教導像貴姐 業務員如何賣東西 她也是台中監獄關懷老師 在全台灣都有開課 而要聽她的課不便宜 兩天一夜要價四萬五 而每次出現的時候 她一定是開名車 身上穿著用的 都是國際精品 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樣 不過這次事件 可以說是傷害了 她苦心經營的模樣形象 震撼的音樂搭配快節奏剪接 宣傳MV就像是歌王巨星排場 MV的主角就是白色寶石姐車主 人稱奇蹟大師的賴俊錡 第三 你一定要做她的人生教練 最頂級的教練 才能幫助你在最短的時間內成功 受到超多業務員推崇的賴俊錡 標榜只要聽過她的演講 就一定能讓業績飆高 不只全台設有講座 足跡還走遍了上海 美國 日本 平時開的是寶石姐和名車合照 逛的是國際精品品牌 全身行頭不斐 連腰帶都是精品名牌 炫富成功 原本的我 我也以為我20歲 可以結婚生孩子 在我老的時候 看著我孩子有房有車 我就覺得心滿意足了 但想聽她的講座可不便宜 兩天一夜的演講 學費就要價4萬5 正因為講座超受歡迎 賴俊錡不只學員多 宣稱只有高中畢業的她 卻能擔任五所大學潛意識講師 三所人壽的業務員訓練師 教導多家的貴姐如何銷售 還教了三家汽車廠的業務員 如何推銷 連台中監獄都請她當關懷講師 經歷超多 教室外面大大的照片 賴俊錡和窮爸爸副爸爸作者 基地作家尼克 幾位國際名人並列 營造自己是成功人士的樣板 拉抬身價 但知名成功講師 平時要大家多做善事 現在卻擋救護車 成功形象 共虧一虧 這連家進黃金昂台中 採訪報導 好 好